一个半径1.1公尺的圆 面积大约是多少平方公分 那要计算圆的面积 我们要先回想一下圆面积的计算公式 就是半径乘以半径乘以圆周率 可是这一题我们还有一个地方要注意 它题目一开始给我们的半径单位是公尺 但最后问的却是平方公分 所以我们不能单纯的只是用圆面积的计算公式来计算 我们要注意单位之间的变化 所以这一题基本上有两种计算方式 第一种 我先算出它是多少平方公尺 半径乘以半径乘以3.14 算出来是3.7994平方公尺 那我们之前也学过 1平方公尺等于1万平方公分 所以3.7994平方公尺 代表有3.7994个1万平方公分 所以我把1万平方公分乘以3.7994 答案就是37994平方公分 而另外一种算法 我则是先一开始就把公尺 换算成为公分 1.1公尺等于110公分 好了之后 我再把这个新的半径110公分 拿来运用在圆面积的计算公式上 半径乘以半径乘以3.14 乘出来的结果就是37994 因此这一题的答案 就是37994平方公分 那这一题 你喜欢用哪一种方式来算都可以 只要你熟练 你觉得算起来方便就好了 你为什么能够找回来了 小bres 小 Dot 小漠